这是一只两天前刚来地球的钢肠纹 只见他轻轻一滑 就钻进了铁布山当中 老黑瞬间就感觉到不对劲 一边跳霹雳舞一边向同伴呼救 本想打开防护符把他弄出来 可没想到 老黑菊花一景 钢肠纹进入到了一个温暖的地方 同伴们急忙将他送往急诊室 可钢肠纹掉头正钻向他的荔枝 这时蚊子又再次转向 医生只好得徒手用钳子把它夹出来 可时间紧急 容不得医生去拿开塞路了 随着老黑的裤子被扒下来 一股寒意从底部涌上他的脑水 老黑只感到虎去一阵 大约医生在里面搅了三十分钟 到达直肠深处后 砰的一声 这只钢肠纹离开了他热爱的故乡 在空气中扑腾了没几下 就失去了活力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几天之前的晚上 一颗天外陨石从天而降 掉进了美国境内 此时实习消防员肖恩正在沙漠中 和纸片人女友进行突击训练 以参加消防员转正测验 但糟糕的技术甚至让他差点没察觉到陨石正在逼近 一个大荒天陨杂的个接接实实 第二天一早地质协会代表老黑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带上了好朋友瑞克教授 他曾经是军队上校 对生化防御有一定的研究 很快他们看到了坠落的陨石 瑞克走上前去 惊讶地发现他有趣的变化 仅仅才落地几个小时 上面就长出了一些苔藓状的东西 轻轻敲几下 陨石表面就有奇怪的液体流出 在收集了部分样本后 两人立即返回实验室进行研究 瑞克把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里面有一些单细胞生物 这时他们正在以博尔特的速度迅速有四分裂 连载波片在下一秒都被打破 然后瑞克对他进行了基因测试 发现他并不是地球上的生物 下班后瑞克迫不及待地想像老黑展示这种单细胞生物 但对方看到后有点奇怪 因为那些显然是多细胞生物 瑞克看了一眼很是震惊 时间只有短短两个小时 但这些细胞已经完成了地球生命两亿年的进化 然后他们回到陨石坑 没想到这里的生活进化得更快 此时出现了成群的蠕虫 他们为了加速进化完全依靠有四分裂 只有一个晚上发展了三个变体 但他们作为氮基生物还没有适应地球环境 接触到氧气后很快就死亡了 瑞克震惊了也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价值 他们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就冲到陨石坑 防止别人发现这些生物 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这时军队已经接管了这个地方 其中一名守卫听到瑞克的名字后 着急上火地拔出枪想杀了他 幸好他及时被别人拦住了 进入临时基地后 将军热情地拥抱了瑞克 感谢他送来了这样的大礼 原来瑞克这样从军队出去的人才 军方一直在秘密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这才从他的电脑上得知了此次事件 将军隆重介绍了项目负责人 流行病学专家艾莉 并表示会让瑞克帮忙 瑞克一听顿时怒不可遏 因为这是他先发现的 随后双方还闹上了军事法庭 瑞克本来想争取自己的权利 但艾莉表示我如果拿出这个证据 阁下将如何应对 原来之前军方要求瑞克开发某种疫苗 但几乎导致14万名士兵成为太监 难怪看门的守卫看到他如此兴奋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瑞克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力 不出所料瑞克成功败索了 当他们回到学校时 他们的实验室也被洗劫一空 自负的瑞克气不过 于是两人假冒军官潜入实验基地 以取回被抢走的样本 穿上防护服后两人进入陨石坑 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去三周 溶洞就变成了像水帘洞一样 还进化出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 他们都长得随心所欲 突出一个韧性 一不小心就会被其他物种吃掉 就在老黑准备抓一只小龙虾的时候 一只后脑勺向屁股的怪物出现 吓了俩人一跳 这时军方终于发现瑞克等人闯入了基地 艾莉带人来着急要赶走他们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而一只蚊子状的昆虫 趁机钻进老黑的防护服 最后让他被迫躺在单架上被捅巨花 当他们回到学校时 萧恩却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 原来消防队员考试不及格后 他不得不去游泳池当服务员 但他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变异的鳄鱼 随着萧恩打开果布 瑞克一眼就看出 它是从陨石坑里进化出来的生命 这意味着那里的生物已经开始向外界传播 但他们还没有适应地球上的空气 与此同时附近的房子里也出现了大量的扁虫 女人打开储藏室的门 发现里面有一只奇怪的绿色巴格犬 女人不但不跑还想凑过去摸一把 很快瑞克等人跟着警察赶到了现场 绿色巴格犬显然是因为无法适应空气窒息而死 这时萧恩也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 躺着无数条长翅膀的恐龙 他们似乎在试图适应空气 但没有成功 突然一只恐龙翻身站起来 拼命捕出一个肉球后失去了动静 在几个人上前仔细看之前 一个怪物从肉球里钻了出来 他站起来扑腾了两下 似乎已经进化到不快氧气了 然后他摇了摇翅膀 迅速飞向远处 见状瑞克立刻开车追了上去 如果让怪物继续繁殖 那人类就完蛋了 转眼间翼龙冲进百货公司 看着眼前的人类 他迅速冲进人群开始自助餐 三个人很快拿着喷子过来了 翼龙提着午餐肉四处游荡 瑞克想去救人 但翼龙实在飞得太快了 一眨眼就消失了 就在老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萧恩突然站在麦克风前 使用小时候在老家养鸡的技能 然后萧恩越叫越起劲 靠着美国好声音把翼龙吸引了回来 老黑趁机扑过去救下女孩 站在二楼的瑞克 抬手几枪就干倒了这只翼龙 此时媒体已经包围了事件现场 报道后很快就人尽皆知了 州长着急忙慌赶到基地询问处理进度 但情况并不乐观 根据外星生物的生长速度 美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就可以提前去见上帝了 将军建议用燃烧弹洗地 但州长担心这会影响他的选票 就在这时一名士兵发现底下似乎有些不对劲 灵长类生物已经进化出来了 不仅打破了所有摄像头 还突破了气罚试图逃到外面 看到这种情况士兵们立即包围了所有的出口 没想到这些灵长动物竟然在背后搞偷袭 直接俘虏了州长 在混乱中萧恩拿起手枪杀死了星星 而留下小命的州长也改变了之前的决定 瑞克和支持他的艾莉等人被赶出基地 在回来的路上 一些平民认为世界末日降临 正在进行末日狂欢 四人回到实验室 寻找更好的解决外星生命体的方法 如果将军的行动失败 人类只能等待死亡 然而看着眼前的外星样本 瑞克毫无头绪老黑沮丧地点了一支烟 随手扔掉了火柴 出乎意料的是 燃烧的火柴刚刚掉进陨石原液中 几乎在一瞬间 外星生物开始迅速分裂和扩张 并在一瞬间覆盖了整个试验台 看到这一情况 瑞克顿感不妙 这些外星生物在太空中休眠 进入大气层吸收热量开始爆炸性生长 所以燃烧弹不仅不会消灭它们 反而会加速细胞的进化 瑞克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将军 但对方显然不想理这些人 这时瑞克注意到艾力背后的元素周期表 如果碳基生物对应的毒药是生的话 所以对于氮基生物来说 锡可能就是致命的 但对付那些怪物至少需要一千升的锡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收集到的 这时旁边的双胞胎学生有了一个主意 洗发水中含有大量的二流化锡可以用来代替 所以他们在消防车里装满了洗发水 他们必须在放置燃烧弹之前撒上洗发水 但由于州长亲自前来观战 将军为了表现一把 提前投放了燃烧弹 猛烈爆炸后外星生物发生了极端的进化 一个巨大的肉团从地下钻了出来 看到这种情况将军立即下令反击 但普通枪支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外星生物吸收这些热量 但开始不断生长和分裂 按照这个速度 美国的灭亡应该转瞬即逝 就在将军下令撤退的时候 瑞克等人开着消防车冲了上去 他们来到怪物身下 一眼就看到了怪物的大菊花 老黑终于等待了复仇的机会 给这个外星大肉团来的惯常 但外星大菊花强大的吸力 差点让老黑两眼一黑 洗发水很快就在他体内发生了反应 避车的洗发水很快膨胀了肉团的身体 人们很快上了消防车逃跑了 几人身后的肉团也达到了极限 炸得个稀巴烂 随后州长表彰了他们 肖恩正式成为消防员 老黑提前预定诺贝尔钢厂奖 而瑞克和艾莉在胜利的喜悦中 去车上继续研究元素周期表了 这个衣衫蓝绿的母亲正带着孩子 在丛林中慌张地奔跑 不时地回头张望 仿佛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随着她跑上一个小山坡 一张巨大的如来神掌拦住了她的去路 女人爬起来再次尝试绕过去 可还是被重重拨弄回去 直到第三次摔下 女人被那只巨手弹飞几百米开外 而母亲的本能让她四处逃窜 可头顶上那巨大的东西 却好似在戏弄她一般 直到女人绝望地跑到一个高处 那只如来神掌轻而易举地把女人拿了起来 随后重重地从高空坠落 摔死在了自己的儿子面前 这是我们才对一看清 玩弄这对母子的 竟是三个年纪上又几百米高的德拉格人 在玩着稀疏平常的捉弄游戏 而这俩种体型悬殊的物种 在这颗独特的星球上 已经一起生存了几个世纪之久 可一直以来 德拉格人靠着他们巨大的身躯 以及极高的文明和智慧 竟需要靠吸食烟雾补充能量 把蚂蚁大小的人类玩弄于鼓掌之中 而人类却还如野人一样 只会使用简单的工具 要么过着东躲西藏的学巨人生活 要么就是沦为德拉格人的宠物 以供他们日常的玩乐 但这种持续已久的局面 将被这个刚刚死掉母亲的男孩彻底改变 小男孩被一个巨大的女孩提娃捡了起来 提娃兴奋地告诉她的父亲 她想收养这个小男孩作为宠物 她的父亲没有想太多就同意了 并赐予男孩德尔的名字 这日德尔不小心撞破了女孩母亲的冥想时刻 这时德拉格人一种独特的生物机制 他们大部分时间像灵魂出窍一样 进行着奇怪的仪式 在宇宙间尽情遨游 提娃带着她的宠物回到房间 为了防止她跑来跑去 还给她做了一个项圈 只要轻轻拨动控制器的按钮 小德尔就会被项圈拉回来 与此同时 德拉格人正在讨论一件大事 他们发现野生人类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 并衍生出自己的文明 他们决定每三个周期集中清理一次野生人类 以保护星球上的资源不受破坏 虽然目前人类清理起来还是相对容易 但提娃作为巨人中的科学家 她很担心进化迅速的人类 未来会不会给他们种族造成威胁 另一边 提娃非常喜欢德尔 她不仅给她穿了漂亮的衣服 还为她单独准备了一栋别墅 即使淘气的德尔咬了她的手 她也从不在乎 德尔就如巴比娃娃一样 在主人的精心喂养下 过着富足但不自由的生活 某日在德尔的戏闹下 无意间撞见了四个德拉格人正在进行 某种联机冥想 期间竟变换出各种不同的形状 直到提娃的出现 才中断了他们的过程 在这个缓慢的世界里 巨人的一周相当于人类的一年 所以德尔长得很快 提娃每天和德尔一起睡觉 甚至带德尔去获取知识 这绝对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他们只需要带一个小天才耳机 耳机就可以把声音转化为记忆 传递到大脑中 并永久保存 每次提娃学习 德尔都会认真听讲 渐渐地他也掌握了巨人的知识 而且很快就能学以致用 即使自己的脚被地上长出来的钻石困住 学着提娃吹口哨也能轻易瓦解 这一天提娃的朋友让他一起玩豆去去游戏 提娃一开始不想参加 因为他不想德尔受伤 但在朋友的盛情邀请下 提娃终于受不了玩性 把德尔放在地上 让他和另一个小人擂台对决 但德尔对此非常生气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主人接着让他表演才艺 但他看到那个小人一脸谄媚的样子 冲过去把对方压在地上 这番举动着实让众人不解 日子久了 德尔开始趁着主人不注意 偷偷站在耳机里学习德拉格人的知识 而父亲对此早已注意很久 觉得这样下去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命令女儿学习时 不准带上德尔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提娃也终于到了合适的年龄 她在学校开始了第一次冥想 这标志着她正式踏上了知识之路 不再需要通过耳机学习 进入青春期的她 和德尔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德尔再也没有机会学习知识 所以她决定逃跑 她拖着耳机离开了提娃的家 当提娃发现德尔消失时 她立即告诉母亲 母亲建议她通过项圈遥控器找到德尔 但提娃担心德尔受伤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拨下了按钮 于是德尔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拖回来 经过一棵大树时 耳机卡在树根中间 动弹不得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人类女性从树后走了出来 用利刃割断了她脖子上的项圈 女人得知德尔无处可去 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部落 一路上经过的各种奇异生物 都预示着这座星球 对于人类而言是相当危险的 许多野生人类都隐藏在这棵大树里 当他们看到德尔滑稽的小丑装扮时 都笑得合不拢嘴 首领不相信德尔能看懂德拉格人的话 直到德尔准确地说出 那个盒子里面的东西 部落成员才愿意接受她 到了夜晚 沉睡中的德尔听见外面一阵音唱声 透过窗户一看 部落里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 在举行着盛大的交配仪式 第二天人们在德尔的带领下 开始通过耳机学习知识 但巫师却阻止了他们 认为德拉格人的知识是邪恶的 并要求德尔参加决斗 两名决斗者各绑着一只凶猛生物 相互靠近试探 抓住机会撕咬对方 最后德尔艰难地赢得了胜利 正是成为了他们野生人类的一员 第二天首领带着他一起 去往德拉格人的地方偷取食物 但在回来的路上 经过一片空心灌木丛时 一伙强盗利用钩索 夺走了他们的战利品 首领提醒德尔一定要小心这伙人 随着德尔的加入 部落成员开始通过耳机正式学习知识 使得人类的文明开始持续进化 他也收获了爱情的果实 然而好景不长 没多久一个巨大的蝙蝠怪 像啄木鸟一样 把细长的舌头伸进树洞里 让怪物屠杀同类 他们用钩索抓住怪物的翅膀 在怪物的不断挣扎下 最终被人类顺利杀掉 这也是德尔参与的第一场大战 但更大的灾难也随之而来 部落的哨兵在外墙上看到了 消灭人类的字样 首领立刻下令众人打起警备 而善良的德尔想提前通知 那火不知情的强盗 却被一个梦棍打晕 绑到了强盗奶奶面前 在听完德尔的来由后 还以为是部落的吊虎离山记 不让德尔多解释 就把他打入地牢 然而第二天就是巨人的清理日 毒气弹扔到洞穴之中 毫无防备的人类 还没来得及逃脱就中毒身亡 大量的人类成片倒下 在生死存亡之际 奶奶终于相信了她的话 放她出逃 回到家的德尔 看着满地的尸体 索性妻子还没有出事 两个人托着沉重的耳机 和幸存下来的族人躲了起来 但不幸的是 他们被路过的两个德拉格人发现 巨人像踩蚂蚁一样踩着渺小的人类 受够压迫的人类 第一次举起武器向德拉格人发起进攻 无数人类在这场战斗中丧生 但他们还是成功地杀死了一个巨人 失去首领的部落成员 在强盗奶奶的指示下 去到了一个巨人找不到的地方 那里是一个废弃的火箭存储站 并在这里建立了城市 发展成人类的新闻名 越来越多的野生人类加入了他们 还有宠物人类给他们通风报信 他们也通过从耳机中获得的知识 开发了更先进的技术 将巨人的火箭缩小到适合他们的尺寸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飞往原始星球 彻底摆脱德拉格人的统治 但仍是主导地位的德拉格人 却不肯善罢甘休 现在第一次有巨人被人类杀死 德拉格人高层勃然大怒 他们决定派出更为先进的设备 去彻底清理掉顽固的人类 即使人类藏得在身 终究还是被发现了行踪 大批人类被清理掉 德尔等人不得不提前发射两枚火箭 但当他们来到这颗原始星球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到处都是人类的巨大无头雕像 原来德拉格人冥想时的灵魂会飞到这里与雕像结合 然后举行奇怪的婚礼仪式 这种组合可以给他们所需的能量 并确保物种的生存和繁殖 人类率先向雕像发起了攻击 因为他们担心雕像会打碎火箭 这也让他们发现了德拉格人的致命弱点 伴随着雕像的智力破碎 越来越多的德拉格人变成了行尸走肉 这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担心文明被摧毁的德拉格人不得不向人类妥协 最终达成和平协议 为人类提供精神和技术指导 为德拉格人提供劳动力和活力 从此德拉格人的星球有两颗卫星 自然卫星及原始星球 为德拉格人提供冥想场所 另一颗人造卫星是人类建造的 他们把它命名为地球 也就是德尔的法语同音 而电影的整体故事极寓意着 人类的近代文明发展史 在飞船的异域 蟑螂卵内的生命突然提前孵化 一对蟑螂兄弟瞬间诞生 惊人的是 他们一心生便拥有着惊人的肌肉质感 真不亏是来自广东的蟑螂 此时一名女性观察员匆匆注射细胞活性剂 变身为扁头尼风 用40米长的毒针刺入脑水 试图精神控制这两头蟑螂 不料这两只幼蟑螂竟然免疫毒素毫不受影响 瞬间就让女人去享用自己的盒饭 就在此刻飞船预备升空 二代蟑螂察觉到危机 他们不再忍受沉默发出刺耳的求救声 地面上的一代蟑螂们迅速听到呼唤 净化出翅膀 一股蟑螂潮水涌上整艘飞船 不久飞船超载 不再继续升空 竟然被蟑螂军团拉回地表 而对于那名幸存的同伴 他原本以为找到了一份火星猎蟑螂的工作 却没有想到 最终只能沦为火星一种的刀下亡魂 原来早在500年前 21世纪初人类开始移居火星 以解决人口过度爆炸的危机 但火星上的温度为零下58度 科学家们先后将两种生物带到了火星上 一种是能改变两种气候的藻类 另一种是以藻类为食的蟑螂 而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就是地球化改造计划 时间来到2597年 奈奈子因常年被父亲暴力殴打 失控后用匕首捅死了父亲 男友小吉看到邱田犯了谋杀罪 不得不带着女友一路逃跑 但他们很快就被警察包围了 在关键时刻 小力寻博士突然出现救了他们 这也不是博士多么好心 而是经过500多年的改造 火星上的气候已经非常接近地球 所以小力寻博士希望他们先做一个小手术 然后去火星去清除蟑螂 只要两个人完成这项任务 不仅可以免去一切罪责 还可以获得高额报酬 起初小吉觉得这项任务背后肯定有着阴谋 然而看到他的女朋友已经毅然决然签名了 他只能一起签下了合约 几年后随着昆虫二号飞船到达了火星 这艘飞船上一共有15名船员 但人员结构十分复杂 包括地下拳击手偷渡客还有劳保 乃至山口组成员 连环杀人犯和恐怖分子 他们来到火星的目的自然也与小吉一样 飞船很快就降落在覆盖着绿色苔藓的火星上 使用杀虫技先清除第一波障碍后 各小组离开舱门开始执行任务 但是船员们很快就在火星上 看到了一个有蟑螂脸的奇怪生物 出于本能的恐惧 一些船员选择了逃跑 但小吉和奶奶子那边误以为这种生物是火星人 想要和他say hello 然而这个怪物迅速冲向奶奶子 瞬间扭断了他的脖子 没有继续对小吉动手 立刻消失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 这时另一支队伍也带来了船员大姐头被杀的消息 人们立即询问船长 船长的回答让众人震惊 这些怪物原始就是他们要消灭的蟑螂 原来人类在500年前把蟑螂送到了火星 结果是宇宙辐射和严酷的环境 杀不死的小强开始爆发性进化 慢慢变成了火星一种 突然出现的小力巡博士还告诉大家 他们登船前的手术实际上是对人体的一种改造 昆虫的DNA已经被内入人体 现在只要注射昆虫细胞活性剂 它们就可以立即变为假面骑士 拥有不同的超能力 然后船长将每个人的战斗数据发送给船员 随着怪物被吸引过来 号称来自地狱的男人 自告奋勇前去应战 他的身体内是三井四步行虫DNA 这是一种可以喷射火焰的昆虫 改造成功后可以从手掌喷射致命的火焰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 怪物并没有死在火焰中 他立刻轻易地杀死了聚员 然后另一只怪物打碎钢化玻璃跳进飞船 在秒掉两个船员后 船长迅速变成了子弹蚂蚁 力量瞬间增大了一百倍 很容易就击倒了蟑螂 但更多的蟑螂过来包围了飞船 人们只能选择逃离火星 但飞船莫名故障不能起飞 所以船长建议大家去不远处的昆虫一号飞船 那是霓虹国在十年前 发射的第一艘火星探索船 如果飞船没有受损 他们可以用昆虫一号返回地 然后船长决定留下来当诱饵 为船员争取宝贵的时间 队员一郎也决定和船长一起死守 其余人坐上星际战车准备开往地点 十分变态的手肿化身为青江影翅虫 从嘴里喷出超高温火焰 时速达到945公里每小时 突破了飞船边的虫围 但船员们还没来得及兴奋 眼前竟有一波海啸向他们袭来 待看清后那居然是蟑螂聚集的波浪 还好手肿状态依旧火热 他们成功度过了第一波攻击 但第二波更大的蟑螂潮很快出现 两名女队员迅速注射了活性剂 利用绝对肉盾 试图为手肿分担一些压力 但装甲车冲出后仍然倒在了地上 在车外战斗的三个人也被扔出了装甲车 不出意料被蟑螂们一一见面 而失控的装甲车进入无人驾驶状态 直接带着昏迷的几个人驶向目的地 另一边船长和一郎已经把敌人引进飞船 他们关上了大门 排空了飞船上的所有氧气 打算与之同归于尽 幸存者们来到昆虫一号后分成了两队 两名山口组成员留在飞船附近把风 小吉等人来到飞船内部 副船长启动了系统 很快发现昆虫一号已经不能使用了 他只是给地球发了一份文件 就在三人莫名其妙的时候 飞船外又响起了枪声 原来这些蟑螂已经进化到学会了用枪了 他们杀死了飞船外的两名黑社会成员 其余三人迅速注射活性剂 化身为沙漠飞黄 后知异常发达 副船长变成了螳螂 可以轻易斩断敌人的头颅 而小吉有一个最强的昆虫DNA 号称杀手排行榜第一名的大雀风 平均一天干掉一个村子的小日子人 三个人很快消灭了周围所有的敌人 画面一转 昆虫二号突然恢复了氧气 昏迷的船长也逐渐恢复了意识 恍惚中他看到一头蟑螂原地裂开 原来队员大姐头根本没有死 他早就化身扁头泥风 能用特殊的毒针控制蟑螂 使他们沦为自己的仆人 然后大姐头却杀死了船长 然后用水唤醒一郎 他体内有沉睡瑶纹的DNA 他可以在任何极端的环境中进入休眠状态 只要吸收足够的水分就能恢复正常 堪称绝对防御 他俩背叛所有人的目的是为了把蟑螂卵带回地球 交给小力寻博士 而博士也通过无人机在外面告诉了三人真相 早在他们之前 昆虫一号就已经把人类带到了火星上 尽管这支队伍已经全军覆没 但还是发射了一艘逃生船 带回来一只蟑螂头 博士理解了人与昆虫结合的奥秘 这才创造了一个个非凡的假面骑士 但博士的狼子也心远不在此 他希望得到蟑螂的卵壳 了解蟑螂进化的终极秘密 为霓虹政府研究出最强大的昆虫军队 加以时日代替米国称霸世界 博士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可没想到还是出现了意外 飞船中的蟑螂卵壳突然孵化 诞生了两个怪物 大姐头想再次控制它们 随后在两只二代蟑螂的嚎叫下 地面上的蟑螂都打开翅膀飞向天空 拖着昆虫二号坠落地面 看到这一点小级等人 重新启动了体内的昆虫DNA 投入到更为惨烈的战斗中 三人发现二代蟑螂的各方面数值 都呈指数级上升 副船长被秒杀 为了战胜敌人 两人立即注入多一只的活性剂 但即便如此面对二代蟑螂 依然很是吃力 可要强的拳击手 选择将所有的活性剂 全部注射进体内 虽然拼尽全力杀死了一只二代蟑螂 但由于受伤过重 它自己也很快倒在地上 小级见此前去掩护战友 但它根本不是二代蟑螂的对手 就在蟑螂准备彻底解决它们时 原本死去的奶奶子破茧成蝶飞了过来 它一言不发地剥下身上如雪花般的鳞片 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蟑螂呢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着枪声的响起 爆炸的火焰也瞬间吞噬了蟑螂大军 在危机时刻虚弱的拳手抱着小级逃离了爆炸范围 小级痛苦地看着他的爱人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最后小级变回了人类的样子 但拳手因为过度用药而永久变成昆虫 而还有几只幸存的二代蟑螂没死 怒不可遏的小级只是把他重重打倒在地 并没有杀死他 而在船上假死的一郎遇到了登船的小级 一枪干掉他身后尾随的蟑螂 小级也暂且放下对他的敌意 决定先和一郎一起乘逃生舱回地球 另一边作为政府间谍的助手 见霓虹国的阴谋败露 他决定杀死博士 试图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 但助手没想到博士还有高科技 他利用能力照轻松挡住了所有子弹 并用毒气杀死了助手 在火星上看着逃生船慢慢升空 其他蟑螂想飞身阻止 但那只二代蟑螂阻止了他的同类 放过了这两个人 小级和一郎也得以成功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是一部阎王看了都得尿裤子的怪兽电影 其经典程度影响了后世无数同类型作品 被广大网友们戏称为极地狼人杀 不仅怪物形象震撼无比 就连电影剧情中 那窒息压抑的黑暗森林猜疑链 都让观众大呼过瘾 不看到最后一刻 你永远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怪物 在平平无奇的南极大洲上 一架挪威科考站的直升机在低空飞行 疯狂地追逐着地上的二哈 然而飞机上的人连续开了十几枪 都未曾伤到他分毫 而他也似乎有意识一样 跑到驻扎在南极的美国科考站 营地里的美国人听到外面叫的飞机声 纷纷出来看热闹 而那条二哈也乘机扑到一名队员的环里 直升机此刻也着陆了 飞机上下来的两个人看起来很是慌乱 驾驶员直接拿出一枚手榴弹 想杀死二哈 没想到刚打开保险 却不小心滑出去到了后面的雪地里 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 剧烈爆炸瞬间发生 但是持枪的人却不管不顾 朝着这伙美国人说着听不懂的挪威语 然后就向二哈举枪射击 但他不幸误伤了其中一名队员 也没有停止继续追杀狗子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直待在基地的队长打破了窗户 杀死了这名枪手 硝烟过后 男子倒在地上 混乱终于平息下来 但是现场的所有人 对这一看似疯狂的事 都感到一头雾水 将二哈安顿下来后 人们聚集在房子里进行讨论 为了找出事情的真相 营地里的博士决定去挪威科研站了解情况 他叫上飞行员迈克 立即准备出发 直升机盘旋起飞离开基地 就在这时 一直坐在桌子角落里的二哈 开始伺机而动 他在房子里轻轻地四处探索 最后锁定了一个印有背影的房间 慢慢走了进去 而导演为了不让观众猜出这人是谁 特地选了一个演员之外的人 按照地图上的方向前进 迈克和博士成功地找到了挪威人的营地 不出所料 营地出了大事 这里已是废墟 仿佛昨夜才经历了一场大战 还看见一个巨大的空心兵关 他们在房子里继续搜索 带着一些信息准备离开 但在房子外面的空地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或动物尸体 经过深思熟虑 两人决定将尸体带回基地进行研究 即将到来的暴雪和无法回应的通讯 让队员们都感到恐慌 但迈克和博士带回来的畸形尸体 就像一颗重磅炸弹 众人看着这幅奇形怪状的生物 被震撼得无以言表 决定先让医生先解剖它 研究发现怪物有和人类一样的身体器官 似乎在它生前 应该是与人类发生了融合 这番研究更让众人摸不到头脑了 经过短暂的休息 看守员把那条二哈关在了营地的笼子里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恐怖的变化开始发生 刚进来的二哈开始浑身颤抖 发出可怕的低鸣 然后脸像花一样裂成四半 其他的狗子哪见过这种场面 纷纷害怕咆哮着后退 剩下的画面太过血腥 这里就不给大家放了 狗子的吼声引起了看守员的注意 随着他过来查看 立刻看到了恶心怪物的触手在乱飞 他惊慌失措 迅速关上笼子 不远处的麦克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迅速拉下火警 唤醒了睡梦中的队员 人们拿着猎枪和喷火器来到笼子这里 手电筒微弱的光照亮了怪物 一个混合了几条狗的怪物 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还不断用触手侵蚀着其他狗子 每个人都惊呆了 当机立断扣动扳机 一轮射击后 怪物似乎没有太多反应 随即再次变形 突破屋顶 把自己吊起来 直到老黑用喷火器射向怪物 那东西才从墙上掉了下来 没了动静 紧接着开始对这个怪物尸体进行解剖研究 在结合第一具尸体的调查结果后 博士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种有机体会消化和吸收他遇到的生物 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自己 最终使他的外星思想和功能与宿主完全相同 从而取代宿主 看了挪威人的视频后 大家伙商量了对策 迈克决定去挪威人找冰关的地方 飞行一段时间后 三名队员来到视频中地址 直升机降落后 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映入眼帘 他们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带回到基地 却引来了老黑怀疑的嘲讽 只有博士在角落中紧锁眉头 他严肃地盯着电脑屏幕 电脑分析结果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一旦这种生物接触到人类文明 所有人类将在一年内就会灭亡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博士 决定得做点什么 这时基地里的几名队员 正在把怪物尸体搬到地下室 卷发男去拿钥匙离开了一会儿 另一名秃头哥则遭到了尸体的攻击 变得面目全非 浑身是血 被触手缠在椅子上 当人们来的时候 被袭击的队员已经消失了 留下了血迹和被摧毁的窗户 警报声响撤基地 迈克带着其他几个人赶上了逃跑的队员 这时他的手臂变得血肉模糊 嘴里发出尖锐的吼声 似乎成了怪物的一部分 迈克把油桶推倒 扔出手里的信号棒一把燃烧 熊熊大火蔓延全身 瞬间吞噬了怪物 这场战斗之后 基地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烧毁了所有的尸体 出乎意料的是 博士秘密破坏了基地直升机和所有通信系统 他挥舞着斧头砍下电台 撕声裂飞地警告所有人外星人的威胁 并且他怀疑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几名队员制服住博士 并将他单独关在工具间 面对迈克 疯狂且清醒地博士选择了一丝信任 他认为他们其中可能有一两个是外星人伪装的 但对于这种趋于完美的冒牌火 唯有进行血液测试才能区分 但当人们来到储存血浆的房间时 他们发现每个人的血样都被销毁了 但房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这说明只能是内部人员做的 一场巨大而无形的信任危机在人群中蔓延 人人自危 且怀疑每一个人 吵了一会儿 沉着冷静的迈克决定控制局势 暂时获得了其他队员的信任 但随着他带上两个队员 去外面的小木屋搜寻 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屋内的队友都没看到他们回来的踪迹 直到其中一名黑人小伙 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还带着一件迈克破烂的制服 这说明他很可能已经被同化了 迈克成了被众人怀疑的对象 大家都把他围在基地的仓库里 迈克一手拿着照明棒 一手拿着炸药 摆出一副同归于尽的姿态 就在现场陷入僵局的时候 一个胖队员突然从背后偷袭了迈克 但被他推倒后 胖队员立刻失去了知觉和呼吸 队员们叫来医生 准备紧急抢救他 心脏起泊气准备救绪 就在医生开始准备奠击的那一刻 胖队员的胸部突然裂成两半 像一张长满牙齿的锯嘴 直接咬断了医生的手 然后一个扭曲恶心的人形怪物 从他身上冒出来 突如其来的变异震惊了大家 迈克举起手中的喷火器 把面前的怪物烧了干净 剩下的队员被迈克聚集在一起 决定绑起来开始血液测试 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不相信对方 他们对迈克的暂时服从 只是因为对暴力的恐惧 随着队员一个个的检测 不出所料进行到一半 狼人的身份已经公布 坐在最右边的男人突然浑身发抖 肢体分裂的血肉模糊 旁边的伙伴们惊呆了 挣扎着想要逃跑 那怪物一跃而起就粘在了天花板上 迈克手中的喷火器此刻却失灵了 他不得不在角落里 叫另一个拿喷火器的同伴 但在他做出反应之前 怪物从天而降 裂开的头变成了大嘴巴 咬住了这个队员 迈克用力拍打手中的喷火器 在最后关键时刻 熊熊大火终于喷出 怪物瞬间点燃 顺手也解决掉了那个刚被感染的队友 迈克放开了房间里剩下的几个幸存者 他们决定去给博士最后一个做血液测试 然而他们发现工具间 随后三人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里面有一个半成品的宇宙飞船 人们意识到博士已经被感染了 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独自在工具间的地下 制造能逃跑的飞船 此时迈克发现基地的电源被切断 这意味着室温将在六小时内降至零下73度 没有人能生存 而怪物将被重新冻结 只要救援队来了后 一切都无法挽回 大家都知道后 做好了与怪物同归于尽的准备 他们准备用炸药和燃烧瓶炸毁整个基地 在剧烈的爆炸和火焰中 剧烈的房屋一个接一个的倒塌 三人队很快就来到了最后一台发电机 打算把所有的炸弹都埋在这里 把整个基地都炸上天 迈克让三个人分开行动 在不同的房间里放炸药 果然化身为博士的怪物躲在黑暗中 在迈克反应过来之前 其他两名队友都被吸收了 直到周围一片寂静 发电室里只剩下他自己 他用炸药警惕地盯着黑暗 突然前面的地面塌了下来 无数的木板像波浪一样被掀开 两个巨大的触手冲出地面 卷走了小麦放置的起爆器 一个巨大的变异怪物突然出现在面前 小麦灵活地转身翻滚 在怪物出手之前 立即扔掉了点燃的炸药 剧烈的爆炸瞬间吞噬了怪物 同时也引爆了所有布置的炸药 科考战最后的建筑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而主角麦克疲惫地坐在废墟中 突然看见老黑走了过来 他小心地拿着喷火器靠近麦克 他们都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是人类 所以两个人在不安和怀疑中 相互注视着对方 就在暴风雪中 电影突然停止了 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究竟谁才是怪物 但这也正应了导演卡彭特的想法 他希望将这种不安感 一直延续到最后 哪怕影片已经结束 假如给你一直看清世界真相的眼睛 你会选择戴上吗 至少这个男人已经发现了世界虚假的伪装 自从他戴上捡来的墨镜 远处的城市巨型电脑广告牌 立马变成服从的标语 原本恶挪的比基尼女郎 则变换成宣传结婚生子的标语 放眼望去街边的橱窗鞋柜还有书架 满是洗脑民众的消费主义话术 鼓励底层市民成为乌合之众 放弃自我思考 继续地沉睡下去 无条件接受来自当权者的统治 更让男人不可置信的是 原来看似端庄的老白男 在墨镜底下竟是一副怪异丑陋的骷髅样貌 直到男人反复戴上墨镜确认 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可以旁暴听小贩看着男人光看不买 就过来打算赶男人走 但透过墨镜 看向他手里拿着刚才老白男的钞票 立刻显现出 那不过是几张写着这是你的神的白纸 男人精神恍惚的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游荡 脑子里不停被电波给灌输愚昧的思想 反观大街上那些打扮精致的富人太太 无不被墨镜包下虚伪的外衣 露出里面肮脏的模样 这难道就是人类世界真实的形态吗 我们无时无刻不活在这样 巨大的监控牢笼之中 要不是借助到墨镜的力量 男人这辈子也无法窥探到现实的真相 男人名叫那达 原本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 但一场经济危机 导致习惯了十年的日常生活 随着心中的大厦一招崩塌 他只得背离家乡 当个无业背包客 走进这座同样萧条的城市 来到就业推荐大厅 里面人声鼎沸 可见经济危机让多少家庭不复往日 那达寻求工作的愿望 自然也被冷漠地拒绝了 他只好在城市里四处游荡 寻找着合适的机会 期间碰巧遇见一位盲人神父 正在广场上激情演说着 唤醒世人看清他们的嘴脸 警告大家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至于这里所说的他们 会在影片中段为观众们揭晓 路过影像垫边的电视时 里面正播放着 美国梦塑造美好生活的广告 恰巧就有一位年轻人 正迷茫地注视着 甚至之后电视里 又有一位年轻女士 倾诉着看电视 会使自己忘记身份 融入电视所编制的幻梦中 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 都将成为影片之后的伏笔提奥 第二天奈达终于在施工现场 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友弗兰克在施工现场 好心告诉他 在第四街区有一个地方 可以免费提供住宿 随后奈达和弗兰克 一起去了营地 这里虽然简陋 但有谁有点 还有热饭可以吃 这让露宿街头数日的 奈达感到非常欣慰 两人吃饭时 弗兰克和奈达 谈到了自己的经历 弗兰克曾经也是 钢铁厂的失业工人 家中还有妻儿老小 可现在已经对社会 失去了信心 只不过是在麻木的狗活罢了 但奈达和他略有不同 他认为在美国只要努力 就会越来越好 总有机会能让自己出人头地 奈达也是言出法随 之后还真让他做成了 一件改变世界的大事 那天晚上 每个人都在营地里 看电视上无聊的节目 但电视信号突然被阻断 插入了某人的宣传视频 在视频中一名男子声称 有一个信号通过电视不断传播 并试图通过洗脑来统治人类 一旁的奈达听得一头雾水 却不经意间发现了 营地旁神秘的教堂 他看见营地的负责人 神秘兮兮将神父带入教堂中 第二天神秘男子的宣传视频 再次出现在电视上 这时奈达注意到负责人 慌慌张张地走进对面的教堂 这让他产生了怀疑 然后他偷偷地跟着进去 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 装满纸箱的夹层密室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盲人牧师发现了他 一顿闲珠手乱摸 觉得这小子骨骼清奇 是个搞革命的人才 正准备跟他细谈入会细则 奈达恐慌之下赶紧跑了出去 然后他借了一副望远镜 通过观察 他发现负责人和他的团队 正在把大批纸箱从教堂搬到车里 那天晚上 一大堆防暴警察突袭了教堂 然后更多的警察来到营地 开始无端地摧毁营地 人们只能四处逃跑 跑出营地的奈达 看到一群警察正在殴打电视上的 神秘人和盲人牧师 这让他对整个事件更加困惑 于是第二天 他发现纸箱里只有一堆普通的墨镜 奈达也没多想就把纸箱藏在垃圾桶里 还顺走了一个 随后他走在大街上戴上墨镜后 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广告牌变成了洗脑的口号 各种书籍和杂志也是些催眠的暗示 直到奈达看到一个个面目可憎的骷髅人 他们混在人群中 而没有墨镜的人类根本无法察觉 奈达恍恍惚惚走进一家杂货店 看着电视上的政客那虚伪的嘴脸 不禁露出嘲笑声 这时身后不小心撞过来一名老妇人 看着他恶心的样子 奈达丝毫不掩饰就发作起来 对着他的样貌开始狂喷 可这一反常的行为 直接引起商店里所有骷髅人的注意 他们开始通过手表报告奈达的信息 惊慌失措的奈达立刻走出了商店 但他很快就被警察堵住了死胡同 而这两名警察也是骷髅人 身手敏捷的奈达直接反击射杀了他们 夺走了警车里的武器 然后他全副武装 闯入了一家银行 开始射杀目光所及的骷髅人 但其中一个扭动手表 瞬间消失在他面前 因为警察很快到达 奈达没有时间思考 只能从后门逃跑 但然后他看到一个小无人机挂在头上 伸出探头监视他 奈达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开枪干爆他 不过奈达绝不滥杀无辜 他放走了人类警察 来到地下车库后 他劫持了一个名叫霍利的女人 强迫他开车带着自己避开警察 但长时间戴墨镜的奈达头痛欲裂 到达霍利家后立即瘫倒在地 这时奈达已经相信了 电视上神秘人的催眠论 他告诉霍利民众 已经被未知生物给控制了 只有用这副墨镜才能看到真相 但霍利并不相信奈达 趁着奈达不注意把他推下风 而奈达直接滚到了山脚下 这时警察又开始寻找他的踪迹 奈达只能在寒冷的桥下度过一夜 第二天奈达又来到了施工现场 想告诉弗兰克真相 但是有妻儿的弗兰克早已得知奈达被通缉了 所以他不想和奈达有任何瓜葛 无助的奈达不得不再次来到垃圾堆 找到剩下的墨镜 此时善良的弗兰克也给奈达带来了一周的工资 但奈达坚持弗兰克戴眼镜看到真相 这让弗兰克愈加生气 两人立即像小孩子一样打成一团 不得不说这段打斗拍的是真的长 看两个大男人肉搏足足看了六分钟 还处处手下留情 真是激情满满 最后奈达强迫弗兰克戴上墨镜 弗兰克终于看到了真相 震惊之余 现在已经统一战线的两人 找到了一家酒店休息 营地的负责人突然找到了他们 并给了他们一个地址 那天晚上他们也来到了负责人所在的革命军据点 在这里奈达和弗兰克换上更先进的隐形眼镜 既不伤眼睛 又不受信号干扰 那么这样的隐形眼镜的又是哪家大牌呢 这里就要介绍 虚晃一枪 在线乞讨广告位 随后负责人还告诉他们 他们看到的骷髅人实际上是外星人 这些外星人在使用完一个星球的资源后 就会去继续占领下一个星球 地球就是他们准备征服的下一个目标 这些外星人利用电视和现代媒体来发送控制电波来麻痹人类 从而操纵整个人类世界 然后一名革命军成员把外星人的手表交给了两个人 手表上有密码 只要按下开关后就会突然消失 之后负责人告诉他们战斗计划 因为革命军的人数和武器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电波的来源 阻止信号继续发射 以此唤醒更多的人类已完成革命 这时内达突然发现霍利也出现在这里 纳达既惊又喜 看着他手中当时自己留下的墨镜 不用说也心知肚明 正当俩人继续聊天时 一旁的墙体突然爆炸 大量警察开始疯狂朝里面的人射击 转眼间革命军死伤无数 纳达和弗兰克边打边退 被大量警察逼近了死角 在危机时刻弗兰克启动了手表 地上立刻出现了一个洞 两人立即跳了下来 进入了地下通道 躲过一旁的守卫 他们穿过悠长的通道 来到一个金碧辉煌大厅 一位外星人正在向富人们 汇报今年的傲人业绩 这是一位油光满面的老头 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 误以为纳达和弗兰克是新来的客人 随着酒精与业绩的上头 嘚瑟的他还主动带他们参观了 外星人的星际传输技术 之后这群人来到了54频道的工作室 原来这是外星人 发送控制人类电波的核心区域 纳达和弗兰克看到了这一点 毫不犹豫出手射杀了守卫 并强迫老人说出信号塔的位置 但老人仍然认为 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被外星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好结果 但纳达和弗兰克却十分不屑 他们立即打开工作室的大门 开始向外星人射击 再去屋顶信号塔的路上 两人也配合默契 杀死了无数敌人 但霍利突然出现了 纳达立即把他拉到屋顶上 然而纳达没想到的是 功成名就的霍利早已加入了外星人阵营 这次的突袭行动全靠他的卧底 他立即举枪杀死了弗兰克 然后来到屋顶威胁纳达放下武器 还好纳达早有后手 他偷偷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手枪 举枪杀了霍利 然后毫不犹豫地爆炸了信号发射器 随后被空中警察击中倒地 然而他的牺牲解除了外星人的无线电波 一直被洗脑的人类 也终于看到了外星人的真面目 影片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故事的后续发展也没有直接告诉观众 但大概率人类阵营与外星人少不了一战 不过这不是重点 我主要想在这里稍微拓展一下这部电影 导演约翰卡彭特作为现代恐怖电影大师 拍出诸如万圣节怪形天魔回魂战力黑洞等 一系列足以载入恐怖片影史的恐怖片 而这部极度空间即使放在约翰卡彭特的作品集中 都是属于相当不同的存在的 电视台的广播信号是洗脑民众的工具 满大街的广告招牌和书籍 揭示消费主义和劝导民众成为乌合之众 电影当然为了商业化 为了一些感官刺激 将这类掌权者和富人设计为外星人 制造出明显的二元对立 但电影所展现出的现实气息 在时间的流逝下 更加呼之欲出 在当今各种流媒体和各类软件 轮番轰炸进我们的生活 试图抢夺我们每一秒的注意力 根据德意哲学家马尔库塞的研究表示 这种当代资本主义 为民众持续不断地提供虚假的需求 借由大众媒体广告等将个人整合进 当今由消费和生产所主导的社会当中 使得民众的行为和思考模式逐渐单向化 成为单向度的人 简单地说就是成为上层阶级 所希望成为的底层 放弃反抗与批判性思维 安心享受奶头乐 安稳躺平 失去个性 固化阶级分层 极度空间可以说是卡彭特影像化的单向度的世界 失业的主角们面对这样的世界 他们其实非常无力 只能像动物一样去施加暴力 来发泄被压迫的情绪 尤其是奈德和弗兰克的相伟缠斗 高达六分钟 属于一个看清世界真相的人 去试图叫醒一个还在沉睡的人 实际生活中那也太难了 但电影中就是理想化的 现实没有像电影中那样明显的二元对立 要远远比电影复杂的很多 我们说到底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大齿轮下 那运作的一小颗螺丝钉罢了 注意看这只螳螂与知了融合的新物种 正在注视着眼前一脸好奇的小男孩 这正是一部纯正的克苏鲁文学改编电影 出自洛夫克拉夫特的经典明天星之彩 面对不可名状的未知生物 感受着古老而又神秘的力量 这将会是一场探究心灵深处的恐惧之旅 因为这部电影将会颠覆你的想象和心灵 电影看完的那一刻 你的理智必将会清零 在人才积极的阿卡姆城西部的山林中 那是一个群山高耸森林茂密的地方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 小黑被派去调查这个名为枯萎荒原的地方 是否可以用作新水库的地址 但他闯入一个私人领地 遇到了一个沉迷于巫术的女孩安娜 他希望通过一些咒语彻底清除母亲的癌细胞 虽然疑似被鲁莽的小黑打断了 但他们也意外相识了 自从半年前母亲做了癌症手术后 安娜父母和哥哥回到了祖父留给他们的农场 在那里饲养羊駝 回归了牧原生活 母亲的术后恢复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次的敬仰之旅 会变成他们最后的团聚 那天晚上一颗五颜六色的太空陨石 掉进了这个小农场的前院 陨石散发出阵阵臭味 小儿子突然头疼让大家都感到害怕 第二天小镇警察和小黑收到消息后前来查看情况 爸爸汤姆详细描述了他昨晚看到的一切 陨石伴随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颜色掉进了院子里 虽然陨石上奇怪的颜色已经消失了 但市长匆匆嗅到了商机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决定暂时不动 第二天带着媒体来了解情况 然而作为一名水文学家 小黑拜访了农场隔壁有点紧张的老人 他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地下水似乎有问题 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于是他拿了一些样本回去实验 那天晚上倾盆大雨夹杂着闪电袭击了农场 汤姆和他的女儿发现陨石一直在吸引闪电 另一边小黑的营地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在他发现农场的地下水被污染后 营地周围出现了一种似有似无的颜色 然后旁边的汽车自己开始发动了 所有这些都不可能 他解释的奇怪现象吓坏了小黑 第二天市长带着媒体到达农场后 发现陨石奇迹般消失了 每个人都觉得奇怪 但却没有人能解释 而一朵从未见过的小花出现在水井旁边 不过汤姆一家人很高兴 因为他们不想被打扰平静的生活 可事与愿违 那天晚上正在准备晚餐的妻子第一个出现异常 在做晚饭的过程中 他恍惚间割断了手指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之后汤姆带着妻子赶到十里地外的医院 留下三个孩子独自看家 一夜平安无事 但第二天三个孩子分别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小儿子一动不动地盯着院子里的井 听到井里有人和他说话 那似乎是鼓神的低语 鼓惑着无知的人类前去触碰 然后他看着一只像螳螂一样的生物 从地下孵化出来飞向远方 安娜发现和父亲打电话时总受到干扰 无法正常打电话 打扫厨房后 他不仅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还出现了类似母亲恍惚状态的症状 他独自在厨房里站了五个多小时 醒来后就呕吐了 不久后小黑就上门了 原来在他发现地下水被污染后 他把样品送到实验室进行详细的测试 在结果出来之前 他想告诉农场里的每个人不要饮用井水 可安娜身体很不舒服 没等小黑说完就关门了 小黑不知道已经太晚了 安娜一家五口 包括隔壁的邻居老人 一年四季都喝井水 因此当小黑通知老人时 他发现老人正在录取地下的声音 老人说他睡觉时 听到地下有人窃窃私语 他们要是地下人或外星人 也可能是那些强中之属 他必须记录下这些声音 否则没有人会相信他 但当小黑拿起听筒时 却什么也听不见 那天晚上小儿子和狗并排 坐在院子里盯着井口 井口突然出现的颜色 让狗感到危险 他对着颜色叫了起来冲了上去 不久一声尖叫声恢复了平静 这时安娜身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周围奇怪的声音 总是围绕着他的耳朵 这让他心烦意乱 他突然想起他已经一天 没见到他的哥哥了 当他第一次到达他哥哥的房间时 哥哥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告诉安娜自己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好像他去了股仓并且迷路了 自己无法感知时间的流逝 白天与黑夜的切换 好像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一样 就在这时手机铃响了 但只有一个电磁波式的声音 他不确定是谁打的 这时两人才发现弟弟不见了 在寻找弟弟的时候 遇到了手术后赶回家的父母 这位平时还和爱亲切的爸爸 在看到院子里还没有缓过神的小儿子时 突然变得暴躁和愤怒 大儿子和安娜想告诉家里有奇怪的事情 但父亲根本没有给他们解释的机会 此外看到羊驼还没有被关回仓库 觉得他们是在火上浇油 难道这个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付出吗 还是青春期的安娜自然是不爽 选择对父亲置若罔闻 当他想洗澡放松时 汤姆在下水道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东西 拿起来吓了他一跳 原来是一个奇怪外表从未见过的昆虫 好似水母一般 可这里是内陆 怎么会有海洋生物呢 因为自从陨石落在院子里诸事不顺 汤姆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唯一让他高兴的是院子里的水果 比以前早熟了一个月 个头也比以前大了 但是当他清洗干净的时候 吃到嘴里的感觉就像是shit 此外妻子抱怨家里的网络总是断开 这让他的客人损失了一半以上 这对夫妇在厨房里大吵了一架 逆怒的汤姆打算喝酒来缓解情绪 但他没有发现冰已经被那种颜色污染了 喝完后他觉得手臂很痒 仔细一看他似乎得了一些皮肤病 手臂如同军裂的废土了 之后他在沙发上睡到了晚上 两个儿子坐在院子里看着美丽的星空 女儿在房间里找到了死灵之书 开始了一些仪式 这里基本可以确认 他在影片开头施展的仪式应该也是来自死灵之书 这是克苏鲁神话体系中最著名的一本魔法书 1922年他第一次出现在爱手艺的短篇小说《猎犬》中 而书中则详细记载了古神的历史以及召唤他们的方式 但这来自宇宙的陨石是否为女儿所召唤则不得而知 他以鲜血为影子 用刀在身上刻满了各种图案 试图用巫术来保护自己免受邪魔入侵 这是母亲和院子里的两个儿子 听到了古仓里怪异的声音 两个儿子慢慢地靠近古仓 但他们看到的场景吓坏了他们 古仓里所有的羊驼都像烧焦一样粘在一起 被一种从未见过的颜色包裹着 就在他们逃跑的时候 小儿子突然摔倒了 就在母亲前来附住小儿子的那里 肉眼可见的颜色袭击了他们 母子俩痛苦的声音吸引了汤姆 眼前的画面吓坏了父子俩 把母子俩带回家后 大儿子想打电话求助 却发现信号被干扰了 根本打不通 这时满身巫术符号的安娜走了进来 当她看到母亲和弟弟的样子时 夏德尖叫起来 原来母子俩的身体粘在了一起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共生 鉴于电话打不通 汤姆想开车出去求助 但让她绝望的是 整个房间都被那种颜色完全包围着 汽车的电量一夜之间消失了 根本打不着火 现在汤姆终于相信了安娜和儿子说的话了 在汤姆周围有一种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一直在干扰和伤害他们 这时太阳照在母子俩身上 让他们发出更痛苦的叫声 三个人把母子俩搬到楼阁上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羊驼的叫声让汤姆更加心烦意乱 他拿起枪冲进骨仓 看到羊驼站在一起时 三只几乎趋近于零了 恐惧与癫狂占据了他的内心 向面前的大肉团倾泻出所有的子弹 过了一会儿满脸鲜血的汤姆回到楼阁 他把儿子和女儿赶了出去 因为接下来的场面 他不希望儿女看见 汤姆不想看到妻儿继续受苦 但当他拿起枪时 他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 这时小黑真的向政府 报告了地下水源的污染情况 出来后警察告诉他 汤姆家附近发现了许多动物 他们看起来像放射性烧伤 小黑突然觉得大事不妙 安娜的一家人恐怕有危险 另一方面 当大儿子和安娜想骑马 离开这里寻求帮助时 马就像被吓坏了一样 挣脱了安娜手中的缰绳 最后的交通工具也不见了 现在唯一的求救方法 就是穿越12里地的原始森林 刚想出发时 他们就听到井里传来狗的叫声 到井口一看狗似乎是受伤了 可是到如今了大儿子 不听安娜的警告 选择必须先下井救狗 但爬到一半时 发现井底有能量爆发 不仅狗没有就成 安娜还亲眼看着哥哥 被色彩所吞噬 但无能为力 这时已经毫无理智的 汤姆听到安娜的尖叫 也不问大儿子去哪了 就把女儿关在阁楼里 想把他喂给 那个叫做母亲的怪物 索性小黑带着警察来检查情况 刚一进门就听见 安娜的尖叫声从楼上传来 小黑和警察跑上去查看 那场面更是刷新他们的认知 原来母子俩已经被完全同化 变成了一头怪物 汤姆从身后过来一枪 打爆了怪物 在嘴里喃喃自语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 小黑扶起受惊的安娜 想带她离开农场 但不料井口再次出现了奇怪的颜色 就在汤姆想射那颜色时 后面的警察误以为汤姆想射小黑 直接开枪打倒了汤姆 听到动静后井里的生物居然也消失了 安娜也终于意识到井里的生物 是不想让他们一家人离开 现在一家五口只剩下 他和受伤的父亲了 他决定留下来 这时隔壁老人的房间里传来响动 小黑不得不告诉安娜 待在这里过会儿再来接她 之后小黑和警察来到老人的房间 发现老人的全身都被颜色占据了 但收音机里的声音让他们毛骨悚然 里面不断重复那个东西来自星河 会吞噬一切生命之源 并将其转化成其故乡的模样 因为那是他唯一所知的形态 这时他们发现老人即将被完全吞噬 于是迅速逃跑 但不料警察中途被变异的树木捕获后吞噬 小黑拿着枪匆匆逃回农场 看见安娜站在井上 当安娜回头看时 小黑意识到已经太晚了 安娜也被吞噬了 他通过安娜额头的符号 看到了不可名状的恐怖场景 那里正是群星色彩的故乡 星球上奇异的生物不断蠕动 仿佛一切都具有生命力 对于无知的人类来说 那里无法用正常的言语来描述 哪怕是窥探到奇异角 群星的光芒足以燃烧掉全部的理智 而小黑看到井水的光柱越来越强 就像龙卷风一样 把附近的生物和植物直接带到天空 他挣脱出引力逃进房子 但看到死去的一家人整齐地坐在房子里 汤姆早已不是一个人 而是集结了整个家庭的意识 企图让小黑永远地加入他们 索性小黑躲在地下室里逃过一劫 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 第二天原来偌大的农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灰白色的世界 但他却不敢上前多看那口景一眼 多年以后小黑看着建成的水坝 脑海中依然会回忆起那湮灭的意外 一切都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以人类现有的知识去接触这个未知的事物 还尚且太早 它只是来自星云的幻彩 混沌之境的死亡使徒 以爱手艺一以贯之的宇宙主义而言 以人类那有限的心智 无法得以窥息生命的本质 而这对于人类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宇宙的辽阔与境地 对于人类来说过于残酷陌生 守住那地球的一亩三分地 坚守人类中心主义 不要轻易尝试去接触地外文明 正如霍金所说 如果外星人造访地球 那么后果将会非常类似 当年哥伦布抵达美洲 那么这对于当时的美洲土著居民而言 可并不是什么好事 2023年好莱坞黑马科幻惊悚片强势来袭 堪称科幻版屏住呼吸 即使全片一句台词也没有 也看得让人大气不敢喘 就连招魂导演温子仁来了 也得直呼顶不住 话说小林是一位独居女孩 荒原几公里就她家寡寡的一栋屋子 但因为儿时自己的一起意外 导致好闺蜜不幸离世 从此以后 她在镇子上处处躲着居民 就连偶遇闺蜜父母只能远远观望 基本上除了日常需求 整天就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不说话 就连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 也选择直接无视挂掉 然而这晚发生的事情 却彻底改变了一切 小林从睡梦中被惊醒 楼下好像传来什么一样的声音 她换上衣服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但只是走到楼梯 她看到大门慢慢被打开 然后房子里似乎进来了什么东西 那黑暗中的阴影也发出了像是怪物的吼叫 甚至还在屋子里短跑了起来 这下可把女孩吓得够呛 大半夜老房子不招鬼 居然招了个外星人 她一步一步后退 但没想到木制地板发出的响动似乎惊动了她 小林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子 趁怪物看到她之前就溜回了房间 可女孩为了躲进床底 又不小心发出了声响 这下刚好把外星人给吸引过来 也顾不得犹豫 赶紧跑到床的另一边躲了下来 这时那外星人打开了房门 在房间里四处搜寻 小林只能平住呼吸 躲在了床底下 终于窥见了那怪物的冰山一角 看着还挺灵活 但女孩此刻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还好那外星人在朝窗外吼了几嗓子后 就飞走了 小林立即从床底下爬出来 关上了窗户 但在她彻底松了一口气之前 她听到那外星人还在屋顶上 所以小林迅速跑下楼关上大门 试图阻止外星人再进来 当她想拨打电话向外界求救时 话筒里传来了刺耳的频率 甚至连厨房里的一切都在肆意晃动 可女孩想逃离时 一双线长的大腿出现在眼前 害怕的小林躲在了冰箱的角落里 这些异常才随之停止了 然而电话的风鸣声吸引了外星人 小林看到怪物拿起电话把她挂了 但透过玻璃反光 好像也注意到了小林 冰箱门突然打开 挡住了小林的去路 就在小林瑟瑟发抖时候 看到一对那双脚又出现在面前 紧接着一双手搭在了冰箱门上 就在外星人看到她的那一刻 小林推开冰箱疯狂向外逃跑 但大门却被一股力量砸向了女孩 当女孩拖着疲倦的身体 艰难地爬向屋内时 那股强大的力量不仅掀翻了桌子 还隔空拖动了女孩的身体 情急之下 她立马抄起地上的一块银起 在转身的那一刻 刚好稳稳地插进了那个一个T的脑子里 这下我们才终于看清 那外星人的真面目 长得可真像外星人呀 看着那怪物倒地不起 这惊魂的一夜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 在确认外星人的确隔屁了后 平复一下慌张的心情 先用窗帘把她给盖住 然后响打110 但没想到电话完全坏了 不仅家里的电器都不能使用 甚至连汽车也不能启动 小林只能换上运动鞋 骑着自行车去镇上报警 但她在路上发现了一辆翻倒的货车 然后她看到一旁的房屋 也有着被入侵的迹象 甚至还在草坪上 看到与自家屋前一样的原型印记 不出意外 这家人应该已经遭遇不测了 小林健壮马不停蹄地赶到镇上派出所 没想到迎面撞上了闺蜜的父母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其母更是朝她吐了一个口水 这让社恐的小林 一时间无言以对 灰溜溜地又退了出来 巨大的痛苦淹没了女孩 只感觉整个人快要失去呼吸 于是打算直接搭公交回家 可在路上意外还是发生了 就在她即将要下车时 一个陌生男人拦住了她 喉咙处不停地在蠕动 发出和外星人一样的怪声 没等女孩反应过来 又有一个女乘客以同样的姿态 向她扑了过来 趁着司机紧急踩下刹车 小林才趁机逃出魔爪 难道这些人都被外星生物给寄生了 直到逃跑的路上看到这一幕 才更确认她的判断 地上一排排的人类奇怪地站在草坪上 高举着手望向空中 召唤着藏匿在乌云中的不明飞行物 而且喉咙里似乎有一只可怕的昆虫在乳 用她扭曲的身体看着不远处的小林 吓得她转身就跑了 看来地球已经被外星人大规模入侵 似乎向别人求救也属天方夜谈了 于是回到家准备和外星人战斗到底 她点燃蜡烛 在煤气炉上烧了几壶开水 然后拿出锋利的弹簧刀 最后用钉子和窗帘挡住受损的门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小林发现钢钉上的窗帘 钉子一个接一个地拔了出来 当小林发现不对劲时 她躲在墙后 窗帘被直接掀开 然后一道蓝光照了进来 照在地上外星人的尸体上 然后慢慢抬起尸体 漂浮到外面 直到蓝光突然消失 随后更大的动静 出现在房屋周围 他们把女孩的威胁提升为S级 派出更多的外星人 前去捉拿她 小林在黑暗的地下室中 又开始和外星人进行捉迷藏 谁曾想新来的这个更聪明了 早就注意到小林的位置 靠着念力不仅甩飞了她防身的剪刀 还抢过来她拽紧的照片 那正是小林与闺蜜的合照 小林立刻逃到楼上 但她不知道还有一个小外星人在等着她 被扑倒的小林直接对她动起了粗口 然后跑进厨房 用之前烧好的开水向外星人撒去 一开始还有点效果 就在小林准备逃跑的时候 没想到一束蓝光突然射了进来 蓝光固定了小林的平底锅 让她不得不放手 然而外星人却对蓝光免疫 小林只能让慢慢退回到房间中 然而外星人打破了房门 看到她已经进入房间 小林只得捡起棍子与只蝉洞 然而女孩再次光环复典 静直接把外星人钉在橱柜上 甚至还不忘哄她去睡觉 但她没有想到外面早已天下大乱 一个巨大的长得像螳螂的外星人 从屋顶后面慢慢爬了出来 以奇异的姿势一直注视着小林 小林想要逃窜 却没想到背后竟出现了一个男人 她二话不说 就拖着小林朝外星人走去 此刻男人也已经被寄生 如动着喉咙 和外星人一起召唤来一艘UFO 这时小林趁机摆脱了男人想要逃跑 当男人想抓住她时 却被一道蓝光扫走被拉到了空中 小林立刻转身准备跑回房子 但她身后巨大的外星人紧跟其后 似乎刚才的举动惹怒了她 摆动着巨大的身躯向女孩冲了过去 看来这下巨型外星人 是不会放过她吗 女孩看着情况 也知道自己这下在劫难逃了 只好躲进车里 进行垂死挣扎 谁知道误打误撞 那巨型外星人正后回车厢墙 动弹步 也不知女孩哪里来的打火机 刚好点着了露出的器人 一把就送她去见宇宙大地 好家伙这女孩怕不是超人吧 连干掉三多外星人了 爽文都不敢这么写 看到头顶的UFO还在向她照射 小林立刻跑进了房间 很快躲了起来 但先前地下室的那个外星人 也跟了过来 而小林躲在黑暗的角落准备偷袭 但外星人早已察觉她在身后 动了动手指 就把小林撞破了墙 她从地上爬起来想要逃跑 但突然一道红光从窗外射进来 固定了小林的身体 然后直接把她抬到天花板上 然后在小林惊恐的眼睛里 她看到那个外星人走了过来 用那双卡兹兰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 外星人张开嘴 吐出一个恶心的寄生虫 慢慢地飞向小林的口中 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叫 她突然从床上醒来 然后滚到地板上 原来可怕的外星人入侵只是她的噩梦 她庆幸自己还能活着看到明媚的阳光 家里的射尸都完好如初 甚至还看到了死去的闺蜜 仿佛一切都是那么岁月静好 然而这一切都是寄生虫制造出来的幻想 小林在看到闺蜜的那一刻 就深知这一点 于是徒手伸进口中 掏出了那个寄生虫 这才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那个海胆样的寄生虫 逃出了小林的手中 在红光的照射下 逐渐化为一个人形 等小林看清楚后 震惊地发现那个人居然就是自己 没等她反应过来 复制人就用小刀扎进了她的肚子里 可女孩连外星人都不怕 还会耸这个复制人 抬手一刀就划破了她的颈动脉 当场就倒在了她的怀里 小林也不端想 只能继续带着受伤的身体逃跑 然而在她没跑多远后 那个巨大的外星人又被追了过来 你们有完没完啊 当她以为外星人会攻击她时 一道蓝光固定住小林 小林最后还是被抓到了飞船上 当她睁开眼睛时 一群外星人正围着她参观 直到他们伸出终止点了点小林的额头 我们才得以窥见小林的童年 终于也知道 那场意外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 镇子上的人都视小林为一类 甚至孤立她 这群外星人似乎也看懂了小林内心的痛苦 几番交流之后 好像得到了上级的指令 一束光闪过后 她被外星人从空中扔回到了地面 应该是外星人扇心大发放走了小林 不光如此 影片最后 小林换上鲜艳的舞裙 跟那些被寄生的人类友好的打招呼 从此以后小林不再孤单 每晚都有宴会举办 最重要的是 作为社恐的她 也不需要和他们说话 而这个世界也已经飞碟满天跑 坐在客厅当中的外星人 脑海中浮现几公里外 老夫人被歹徒袭击的画面 就在她即将奄奄一息之际 只见一梯的大脑袋慢慢变为蓝色 一阵原力集中爆发后 再度恢复了瓶颈 事后 警察发现这个现场的歹徒面目全非 据老夫人的描述 是歹徒自己脑袋凭空爆炸了 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手无负机之力的老人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老夫人意识到是外星人就吓了自己 满脸感动的驾车来到好友家中 十分感激地抱住了她 虽然这个小一梯不会说话 也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但是从她那纯净的表情中 仿佛已经明白了老人的心意 纵使老人们只与一体相处了几日 已然是她为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 就在几天之前 一艘外星飞船在老头的院子里坠毁 她迅速恐慌地拿起电话报警 可接线员得知后 却以为老头要么是在恶作剧 要么就是老年痴呆 没听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而连自己女儿的电话也都打不通 只好等第二天一早 跑到社区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 说自家种花的院子被天外飞仙哥给砸坏了 但是听老头的话 在座的人的表情瞬间冻结起来 显然他们觉得老头该多吃些药了 甚至会议结束后 朋友乔伊斯也开始谴责他 哪怕别人把你当空气 也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胡说八道 只不过桑迪不这么认为 虽然三人都是独居老人 且生活中几乎没什么陪伴 但相对来说 桑迪是对既有生活最乐观的人了 老伴过世多年后 他现在对老头又产生了点意思 还主动表示要送老头回家 看情况是想来一段夕阳红呀 直到老头一开门 就看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 不远处地上躺着一个光吐吐的 像刚从指环王片场跑出来的 当他抬头看过来时 老头从他友善的眼神中 看不出什么恶意 于是老头急忙回到厨房 倒了一杯白开水 拿起一条厚毯子 小心地走到他面前 先盖上毯子帮他取暖 然后把杯子放在他面前匆匆离开 静静等待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 第二天早上 老头出来检查时 发现外星人不见了 转身的功夫吓了一跳 只见外星人裹着毯子蜷缩在角落里 状态似乎比昨晚好多了 老头见外星人可怜得像个没家的小孩似的 于是连声招手提示他进屋 然后又拿了一杯水 看着他喝水 老头非常高兴 认为他一定饿了 所以开始帮他准备食物 因为他不知道外星人的饮食习惯 老头不得不在他面前准备三种食物 看着只有苹果消失在盘子里 相信这个外星人一定喜欢吃苹果 所以他匆忙来到超市买了很多 就连店员都对老头打去 但老头直言不讳 说是给家里的外星人买的 刚开始店员还以为老头在开玩笑 只是老头越说越详细 看表情也不像是玩笑话 刚回家老人坐在沙发上休息 可以转身救下自己一跳 原来那个虚弱的外星人 十分精神地站在他面前 对此老头既震惊和又满意 至少从此以后 老头七七惨惨七七地生活 多了一丝抑郁的风情 老头像房东一样 兴奋地把外星人当租客 带到浴室和其他地方 把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介绍给他 包括不常来探望自己的儿女 并单独为他安排一间卧室 但面对老人的热情关怀 外星人却没有任何回应 也许这个时候二者才知道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 另一边因为老头在超市的异常反应 店员刚好看见了老头的女儿 就把刚才的对话 一字不差地告知给他 这不得不让女儿担心起七十多岁的父亲 上门要求父亲双休日 跟自己一块去医院 剑扭不过女儿 只好答应 可还没等老头告知屋内的情况 女儿就忙工作去了 此时电话响起 等老头接通后 电话那头传来桑迪的声音 表示想过来借打印机一用 还没等老头拒绝 桑迪就叮咚一声上门了 只好将他领进门 但是眼前的一幕让他极度震惊 沃德发 差点没把老奶奶前年心脏搭的桥给弄他了 相反外星人表现的异常平静 一本正经向桑迪点头示意 老头淡定地向桑迪解释着一切 还带他参观了后院的UFO 这才让他相信 自己是见到了活生生的外星人了 因为小一剃的纯洁无害 孤独的老头想把他一直留在这 看过许多科幻片的桑迪连声制止 要是想留下他 必须得保守好秘密 不能让除他俩以外的人知道 天知道那些政府人员 会拿这个小可爱做出怎样的残忍实验 贴心的桑迪 怕外星人一直裹着会感冒 于是将随身携带的一件T恤给他换上 与此同时在老头屋外 另一位老太太乔伊斯刚好路过 瞅见桑迪的车停在老头的门前 怀疑这俩个没老伴的人 一定在背后有一腿 所以趁着半夜偷偷摸到老头的窗前 可透过窗户一看 差点没把他哄给下飞 看到一个外星人正和老头一起吃晚饭 当即就按下门铃 心慌的桑迪见门外是乔伊斯 正想着怎么编谎话来糊弄这个老娘们 但乔伊斯直接开门见山 惊叹与眼前不一样的生物 桑迪恳求他不要说出这件事 否则外星人将会成为实验对象 但美国国安局早已捕获到了意外附坠落的线索 正日夜不停地搜寻他的下落 今天刚好监听到一户人家中有飞碟 但等特工过去查看时 只是这家老公呕心沥血的艺术品罢了 三个向来孤寡的老人 因为一个意外坠落地球的外星人 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平时只是一个看电视剧的老头 现在还有一个人陪 甚至不小心睡着后 还为他盖上了毛毯 桑迪也将不会说话的外星人 当作了倾泻心中苦闷的树洞 自己的女儿和外孙 已经三年多没来看过自己了 平日里只能通过织毛衣和参加社区活动 才能勉强填补寂寥的生活 而至于乔伊斯 他一生了无牵挂截然一生 年轻时也曾是人间有物 在大城市中也能制霸一方 每晚身旁的伴侣都不带重养 那段时间可真是好不快活 只可惜始终遇不上真爱 只得孤身一人独居在这个小镇上 说到尽兴处 乔伊斯忍不住开始一盏歌喉 正当外星人听得如痴如醉之时 他突然瞥见远处桑迪在家中被歹徒入侵 一发念力控制 那人的脑袋凭空爆炸 救下了桑迪一命 事后知道只有外星人才能做到这样的事 没有告知警察 敢到小一T面前表达感激 假如不是这个才认识没几天的外星人 难以想象独居的桑迪会出现怎么样的下场 经过这件事之后 几人更确信他的纯天然蜈蚣害 或者应该说外星人也是分得轻善恶的 于是几人决心帮助他回家 刚好突然闻到一股恶臭 几个人出门检查 在飞船不远处发现一只流浪猫的尸体后 外星人递给他们一张纸 上面画着七只小猫的头像 两件事一结合 老人才恍然大悟 理解了帮助外星人修复宇宙飞船的方法 然后带上铲子 准备寻找更多的猫尸 但没多久前才发生了这起离奇的入室抢劫案 警察将目光放在了桑迪身上 于是派人一路跟踪寻找线索 没走多远 他们就把车停在路边 看到一只猫的尸体后 两人一起把他放在一个黑色的袋子里 看着他们奇怪的举动 警察也摸不着头脑 终于三人在搜遍每条街区之后 只剩下最后一只死猫 就大功告成了 可现在实在是没别的途径 能搞到这最后一只了 最快的方法就是杀死一只 而乔伊斯家中刚好就有一只垂死的公猫 可以填补空缺 但这只老公猫多年来 已经被乔伊斯当作唯一的亲缘 即使他命不久矣 也不愿亲手终结他的生命 不过在桑迪的劝导之下 乔伊斯还是动聋了 与其让他苟延残喘 不如让他早点安乐死 避免余下人生的病痛折磨 之后在几人的目光注视下 小一梯让猫咪没有痛苦地死在怀里 现在所有猫事都挤起了 只见外星人盖上一块银布 一番如动后 化为一块晶莹剔透的血色宝石 原来这就是飞船的动力 当外星人把宝石放进 宇宙飞船的动力舱时 宇宙飞船立即做出反应 很快就恢复了动力 漂浮在半空中 与此同时 国安局那边立刻收到了UFO的信号 周边的探员收到指令 急忙就赶往老头的房屋 几人恋恋不舍地向外星人告别 然而一直默不作声的外星人 竟做出欢迎的手势 示意三人进入飞船 正当他们还在犹豫之时 特工已经赶到门口 老头等人急忙进入了舱门 晚来一步的特工 只能看着飞船起飞 瞬间就消失在了眼前 随着舱门慢慢打开 一堆乱石场景映入眼帘 还以为他们被带到了外星人的母星 但奇怪的是 手机上还有一个信号 不远处也发现了一个标有英文的垃圾 显然他们还没有离开地球 其实一直以来 三人过着重复且枯燥的日子 子女的疏远 亲人的离去 这样的生活 使老人们早已厌倦了在地球的时光 不过最后临别之际 三人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地球家园 毕竟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 逃离或许是一时的冲动 但踏入一厢未必就是解决孤独的方式 外星人只好用眼神向老人们告别 离开了这短暂停留的星球 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星际旅行 生活回归平静的三人 时常会围坐在一起 闲聊着这个可爱又乖巧的小外星人 期待着也许在某一天的夜晚 他还会回来看望在地球上朋友们 诉说着这段时间的冒险旅程